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 提供国内尖端的晶片设计、半导体制造及跨领域整合研究服务 引领新一波储存浪潮的磁性记忆体M-LAM 随着AI与5G时代的来临 将带动高速运算与大量储存的需求 所以功能更强的新兴记忆体M-RAM磁性记忆体 将在未来扮演重要的角色 磁性记忆体M-RAM所具备的竞争优势 磁性记忆体M-RAM运作的原理是 利用电子在顺时针或逆时针自旋时 会产生微小磁矩的特性 就像在晶片上形成千万个小磁铁 藉由翻转这些小磁铁的磁集方向来记忆0与1保存资料 磁性记忆体是一种非挥发性记忆体技术 也就是断电时所储存的资料不会流失 一开启电源便可及时运作 而且读写速度比传统记忆体快了数十至数百倍 是综合了快闪记忆体与传统记忆体两者优点的新兴记忆体 目前磁性记忆体M-RAM已开发出利用自旋力矩传输效应 翻转磁性层的自旋转移力矩式磁性记忆体STT-M-RAM 进化后的STT-M-RAM具备了不限次数的读写周期 低耗电以及高速运算的优势 可结合现有逻辑元件技术制作迁入式设计应用 随着STT-M-RAM进入量产 新一代的自旋轨道力矩式磁性记忆体 SOT-M-RAM正被看好成为M-RAM的明日之星 自旋轨道力矩式磁性记忆体SOT-M-RAM 是借由自旋电流影响磁性层的翻转 而且SOT-M-RAM将读取和写入的路径分开 所以比起STT-M-RAM增强了读取数据的稳定性及耐久性 又因为翻转磁集方式的物理性差异 所以功耗更低 具备了可被进一步优化的潜能 与传统记忆体比较 M-RAM磁性记忆体具有耗电性较少 带晶零耗电 非挥发性 高耐用性 和高密度等优势 集结各款目前常用记忆体的长处 M-RAM磁性记忆体在未来的发展潜力备受期待 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目前也积极投入开发下世代的磁性记忆体 SOT M-RAM 准备迎接磁性记忆体M-RAM的新时代 磁性记忆体M-RAM 预计将成为最适合人工智慧 与机器学习应用的新兴记忆体 被半导体业界视为下世代的梦幻记忆体技术 全世界都积极投入 希望透过原件创新 材料突破 电路优化等方式 开发出读写速度更快 更耐久 更稳定 更节能的新世代M-RAM磁性记忆体技术 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也积极集结学术界能量 携手清华大学、台湾大学、工研院共同研发新形态的 自选轨道立举式磁性记忆体 并成功开发出具备垂直异象性的SOT M-RAM元件 所谓垂直异象性 就是将元件中磁级的方向旋转90度 借此缩小磁区尺寸 这就像是把平放的长条磁铁 竖直 以节省放置面积 这项突破将有助于更进一步 萎缩记忆体的尺寸 磁性记忆体M-RAM的前景 虽然备受瞩目 但制造门槛却相当高 其他记忆体通常都只需 5到6层奈米薄膜堆叠技术 但磁性记忆体M-RAM 则需要同时使用超过30层 而且尺寸比其他记忆体的50奈米 缩小许多 仅仅只有20奈米左右 所以制造难度大幅提高 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提供磁性记忆体M-RAM完善先进的开发环境 近年来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已陆续完成研发M-RAM磁性记忆体的尖端设备建制 可供学术研究单位用来开发磁性记忆体原件 接下来并将陆续增加M-RAM磁性记忆体原件的保护与量测分析设备 完善先进的研发环境 让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成为学术研究单位开发M-RAM磁性记忆体原件的最强后盾 也是台湾发展M-RAM磁性记忆体的最大助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